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 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我是Norad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講這一個 長龍2603 那長龍在算是這週吧 對這週有回落到他的 算是週限級別的支撐 對上升趨勢線的 所以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能否去守住 那今天這部影片呢 就會用長龍跟這個航運指數啦 那航運指數呢 就是拿來做參考啦 就是說他目前呢 是有機會做反彈呢 還是說他會順應著跌破 那價格就會往下 對那 當然就 緊供參考 就大家參考看看 對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觀眾的留言 長龍請問週限未跌破支撐前都可以抱著嗎 還是九大有不同其他不同的意見想法 謝謝你 那反正我講長龍呢就是當時候就一直講說他如果說可以守住他的周限級別啦 我們來看一下週限級別的這個支撐在哪邊 他的週限級別呢就是在這個位置嘛 130塊的這個地方 對130塊這個地方 那一樣嘛那這一週有沒有守住 那這一週你有沒有在130的時候去做進場 那如果你都回答我YES的話 那基本上你到禮拜五 你也是算是小賺啦 對啊小賺啦 你不能說大賺那是小賺 那至少你買的位階呢 已經比上面 好啦不要講這麼遠 因為是週限級別嘛 我們是講 你已經比這個買在150 然後140幾 疊下來都沒有做停水 也沒有做加碼的人 你已經贏過非常非常多人 那當然後面的走勢 會不會順應著 這一條下降趨勢線 又順勢的跌破呢 都有機會 我只能說都有機會 對那在這樣子的行情當中 到底要怎麼去賺錢 我的想法都是 假設我能夠我買在這個位置 我能夠買多一點點 因為畢竟這個位置就是我們在 一個階段裡面看到的一個 最應該說最好的支撐吧 我自己看是這樣子 最好的支撐嘛 因為畢竟他是 如果說你買在這個位置 那後面的行情 順應著 在 沿著這個上升通道上去的話呢 他是會有機會 到達我們這個180 對180 或者說展個比較慢一點 到190 對不對 或是再更慢一點 有可能到200 對不對 都有機會 我們只能說都有機會 我們不確定他 阻力到底 想不想要拉 對 那但是呢 我們到達了 這個上面這邊 一定要賣掉 就是一定要 這一個部分的止盈 對 那中間這個過程 我也覺得 你就是自己去找 這個壓力 然後去做止盈 我覺得都OK 對都OK 那像是 我們可能在下周 碰到可能 如果說下周的長勢又回來的話 假設啦 那就可以到達這個 147 148 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做部分的止盈 那都OK啦 對那都OK 當然 我們在130做進場的時候呢 那假設我之前說 大概138是他的壓力 所以 你在這個 130這個位置 假設做進場 那你拉到了 應該算昨天吧 禮拜五的 這個算是他高 高的位置 就是昨天高的位置 是在138.5 這邊呢 其實可以做一些一些部分的止盈 對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做止盈 對反覆的去做嘛 因為我之前就很早很早 好幾個禮拜之前 甚至好幾個月前 就已經說 他的支撐就是守住吧 那當然 我們現在目前呢 有一個風險 這個風險呢 就是說 他其實走的這個 結構上呢 是 有機會會走一個 下跌 怎麼說 就是 我們走這個 一個形態啦 從高位嘛 那往下去跌 往下跌之後 如果說進行的 這樣子的 一個操作 好我把他畫的跟他很像 這樣子吧 這樣子 這樣子 目前在 這邊這個位置嘛 對 那 究竟會走幾波 大部分 都會走 7波吧 對 好 有點忘記從哪裡算 呃 1 2 3 4 5 6 不對 應該從這邊開始算 就是 1 2 3 4 5 6 然後 7 對 大部分 大部分的形態是會 走這樣子的7波 那當然 有些人可能不是這樣算 那整體的形態還是這樣 所以 目前呢 是 回落到嘛 1 2 3 4 5 那 現在有6 然後再來才是7 對 大部分是走7波 所以 我如果說 假設在這邊附近做進場 那就是 等待他 看他有沒有機會再 回拉上去 那 目前呢 是 有一個 蠻重大的 壓力啦 就是 下降趨勢線的 這邊的壓力 這邊這個壓力 那 目前的階段就在這邊 所以 下週有可能 又是一個盤整 對 然後在下下週也有可能是盤整 所以說 呃 我們買的位置 好的話 那 基本上是已經贏過了 蠻多人 那如果說跌破 到底要不要做停損 那就 看個人 所以看個人 我就 不做任何建議啦 就是 你要停損就停 那 反正 後面的行情呢 就 很難去判斷啊 如果說跌破了 或許 如果是我的話 也會做停損 好啦 我們就看一下 這一個 航運指數 在我們這個位置 5月17號 也是這一週的時候 欸 跌到這個 算是之前的 警線的支撐嘛 就是這邊撐了好幾次 一次 兩次 三次 那這邊算第四次的話 好 第四次 那在這個 禮拜四的時候 是跌穿的 就是開盤之後 往下砸 那就又 又被人家接回來 然後來一根 非常強勢的 算是 這邊有形成一個 背離的情況啦 我們看一下背離 對 背離呢 就是看一下 呃 5月17號 他的收盤價格是 253嘛 那我們這一根是 252嘛 代表說 他價格上呢 比他低 但是他的 這個 RSI值呢 比他還要再高 形成一個 低檔背離的情況 所以在 禮拜五呢 順勢 欸 又漲回去 那如果說 後面的行情 我們假設 後面的行情 會不會 還有機會再回賴到這邊 不確定嘛 那如果說真的 還有機會回賴到這邊 會不會 我們剛才講的長龍 欸 又有機會到 140 150 這樣 那當然 有可能 他這個對應的 欸 他拉的 搞不好不是 長龍 陽明萬海 而是拉一些 呃什麼 四圍行啊 會養啊 反正是一些 閃 閃磚的 這些 個股 都有機會 不過整體的 航運的走勢 當然 還是會順應的 小漲一波啦 那目前呢 我是覺得 如果說你是空方的話 就 可以考慮 去部分子贏 那當然 我不確定說 下周 會不會持續 被往下壓 都有 都有機會啦 像我 剛剛前面講的 他也有可能 對不對 他不走 七波啊 對不對 他不走 這樣子的七波 他走到這邊 因為目前就是在這個位置嘛 對啊 他目前就在這個位置嘛 如果說這個位置是直接跌穿的 可能性 也還是有啦 對啊 不過做多人 或許還可以在等待嘛 對 還可以等待這個 回彈到這個位置 那如果做多人 再下一次回來 可能就沒有到那麼建議說 你可以就是 放那麼久 我不知道 阻力拉的這個型態 到底怎麼去拉 那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都有機會 好 那我們的長龍 2603 就大概講解到這邊 那一樣 喜歡我的影片呢 就幫我點個讚 再幫我訂閱起來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可以